瓦基福银行老对手晋级欧关决赛!明天凌晨朱婷还有翻盘的机会吗?2019年11月4日。 文美长苏。 文美长苏。 他们时隔两年再次进入欧关女排决赛,上一次决赛正式输给了朱婷领衔的瓦基福银行。 本场比赛费内巴切女排的进攻受阻,以及自身失误过多导致球队没能实现大逆转。 头号球星瓦尔加斯继续失误多贝兰也多的状态,他全场5个失误5个贝兰仅仅得到了14分。 赛后数据统计显示费内巴切除了发球和一传比科内利亚诺女排稍微好一点之外,其他技术环节全部都处于下方。 这样的表现要实现对科内利亚诺的逆转显然是不现实的,费内巴切出局之后,今年的欧关女排决赛能否出现土耳其联赛球队,就看明天凌晨瓦基福银行能否逆转击败诺瓦拉女排了。 首回合主场0比3惨败给诺瓦拉的瓦基福银行四回合要想逆转难度也很大,他们必须在常规比赛中至少需要3比1,击败对手才能把比赛拖入金局决胜,并在金局决胜中击败对手才能进入今年欧关女排的决赛。 这对于瓦基福银行来说难度还是太大了,今年瓦基福银行的实力相比于去年还是有一定的下降的,加上对中几名主力似乎近期也不在最佳状态,这种情况下要想逆转意大利豪门诺瓦拉女排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瓦基福银行同诺瓦拉女排的比赛将于明天凌晨3点进行,瓦基福银行主教练古德蒂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说,首回合比赛之前,我就说了诺瓦拉女排非常非常的强大,我们必须要发挥非常非常的完美才有可能击败他们。 虽然首回合比赛大比分失利,不过古德蒂对第二回合的比赛充满信心,他表示球队还是要先做好自己,只有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完美地发挥出来,那么他们还是可以和诺瓦拉女排一较高低的。 如果瓦基福银行不能客场淘汰诺瓦拉女排晋级决赛,那么今年的欧关女排决赛就将在两支意大利联赛球队之间进行。 可以说意大利不管是女排联赛还是国家队都已经全面崛起了,我们期待朱婷在明天凌晨的欧关女排半决赛中能够带领球队客场淘汰对手。